大學生了沒 台灣生大學 大學生什麼 貓咪 狗狗今天要吃醋啦 還有 我們講一下寵物 一般人養的不是狗就是貓 不是貓 就是狗 是 對 大家有沒有養過 妳有沒有養過什麼奇怪的 有 什麼 我養過一條粉紅色的大蟒蛇 不可能 是妳現在自己這樣 對 怕我生了以後 就變成我的褲子 沒有啦 我哪敢 我最怕蛇 好想看她頭在哪裡喔 頭已經沒了 所以妳沒有養過別的 有啦 我那時候在外面住的時候 我同學弟弟真的養過一條小蛇 然後我們就真的快發瘋了 因為它雖然是很細的 然後顏色很鮮豔 可是它就繞著我那個同學弟弟的脖子 然後突然它的尾巴就勾倒一杯茶 然後我就想說 這麼細可以勾倒一個這樣茶杯 啪這樣倒下來 我就 然後 然後我們都很害怕它 然後就把它養在餅乾盒 然後想說蛇吃什麼... 蛇吃蛋 然後我們就去公家拿一個蛋 咔咔咔 就打下去 然後那個蛇就這樣 蛇很無奈 對 因為它很細 然後我們真的也不知道要餵它什麼 後來有一天更恐怖的事發生了 什麼 你覺得你家裡養蛇發生最恐怖的事 會是什麼 不見了 對 不見了超恐怖 它不見了 它到底在哪裡 你根本不知道會從哪裡出來 快有一天在看電視的時候 就發現它爬過電視 從螢幕上我們就 啊 剛剛把它抓起來 好恐怖喔 對啊 所以兩位養過最奇怪的 水母啊 我說水母 水母喔 我們高中的時候還滿流行 就是在那邊放小瓶子 然後放水母在裡面 你是海綿寶寶喔 耶 水母 真的有水母 白癡 我表弟家裡面 曾經有養過那個蜥蜴 但是而且不是 就是感覺起來 就是人家的寵物 然後人家不要了 然後他們以前是住在別墅 被放生 所以都會爬... 爬到我表弟家家去 結果他們就把他抓回來 結果我阿嬤早上 他不知道 因為晚上抓到了 早上我阿嬤去上廁所 所以看到蜥蜴嚇一跳 結果我阿嬤怎麼處理呢 朝你阿嬤吐毒汁 不是 我阿嬤朝他吐毒汁 我阿嬤... 我阿嬤用沙蟲劑把他噴死 真的 因為他嚇到 因為家裡面以前 就看到是小壁虎嘛 然後他看到這麼大一隻 壁虎嗎 怎麼這麼大隻 老人家要嚇 所以 我表弟回家哭都不然死 沒有 所以其實我覺得 如果對他的認識很貧乏 真的不要隨便癢 真的也是破壞生命 不過請問大家如果說 任何條件都許可的狀況下 你會想養什麼當寵物 原來要養大象 我真的很想要養大象 因為我沒有想要養大象 然後裡面他們說 只要在泰國購有錢 就可以去養大象 然後因為我小時候 很喜歡小飛象這個卡通 然後我就覺得小飛象很可愛 然後如果我以後 如果我真的變成富翁的話 我一定要養大象 你已經可以啦 對 你已經可以買象啦 可是沒有地方可以給他住啊 對啊 好 杜拜 企鵝 我覺得企鵝很可愛 滑溜溜的可以抱著睡覺 抱著睡覺 嘴尖尖啊 可是他身體很滑啊 就覺得 企鵝海狗啊 很滑 企鵝不香啊 可以養海參啊什麼 蛇也滿滑的 不可愛 好 來 廣眾妹說要養小叮噹啦 小叮噹 如果有情況允許我想養小叮噹 因為他可以幫我實現所有的願望 而且被大雄欺負 他就會真拿你沒辦法 然後就掏出那個祕密武器 幫我對付 阿菲 我的夢想是在開一些星星飯店 就所有的企鵝都是星星 因為泰國 我去泰國的時候星星超可愛 而且很有人性 然後碰到很爐的客人星星 就把客人折兩派 這樣 對啊 而且我那時候在泰國 看到一隻非常有個人性的星星 他好像心情不好 好像被甩吧 然後就這樣躺在那裡這樣 然後結果他們就是 我們不是要去給他20塊 然後跟他握手嗎 他說握手 他這樣 就很拽的一隻星星耶 你還滿笑的 我覺得大家都把它 太卡通你人化了 其實動物有很多 我們不可知的 你知道 根本不會 你看像之前有個什麼 殺人精的訓練師 就被拖到裡面又死掉 他跟他相處了這麼久耶 尿尿 對啊 是不是 大家不要太單純 我們今天請來一些專家 動物專家 請來幾位這個 算是動物專家 因為今天討論到新奇寵物嘛 所以有這個專業的獸醫師啦 然後也有這個 算是很滿了解 所謂虛擬寵物的網路達人 首先歡迎到的是 蝴蝶姐姐 歡迎 蝴蝶姐姐 妳本身有養什麼寵物嗎 現在要養兩隻貓咪 什麼貓 一公一母 一隻是米克斯 一隻是捲耳貓 捲耳貓 就那種折耳貓對不對 對 折耳是往下折 捲耳貓是往上捲 還是往上捲的那種 那一公一母 牠們會有... 要再生小貓的意思嗎 沒有... 母的已經拿去捷渣了 那妳有沒有想過說 自己可以養 可以養什麼樣奇怪的蟲 想養那個鴕鳥還滿不錯的 鴕鳥 很大耶 為什麼 可是妳不覺得把鴕鳥 擺在家裡 那客人來看得多拉風 拉什麼客人 躲在這裡跟我說 我先出去好了 鴕鳥 感覺像邊看見 牠會邊啄妳的頭髮的感覺 對啊 不會 我覺得鴕鳥 牠最愛啄妳頭上啄啄 對 啄啄 不是 就有日本動物園那個小孩 就被那個很像那個鴕鳥 叫什麼鵝鳥 就把妳整個這樣拿走 對啦 所以只是想而已 我小時候養過雞鴨 還有一些鳥類還有白鼻心 妳就是鄉下人家 對... 牠就是白鼻心喔 我養了鴨子飛走了耶 牠真的飛很高很高飛走了 牠演誰啊 妳養成鳥子了吧 可以像雞頭做鳳凰 對 謝謝 我是說真的 妳鴨子會飛 真的 我們都給牠吃鳥飼料 就有聽到拍拍翅膀就起飛了 是飼料的關係嘛 我們問專業老闆 飼料專獸醫師 陳育神醫師歡迎一下 歡迎陳醫師 陳醫師 真的嗎 鴨子會飛上枝頭 鴨子飛著 一般的家鴨是不會飛 但是那翻鴨有那個紅臉的翻鴨 紅臉翻鴨 那個本來就會飛的啦 牠如果是 我們可以坐牠們